我是一直不平凡的喵 属蛇人2022年 整体运势进入2022年 生肖蛇与流年逼之 存在型号关系 今年将受到半太岁的变动影响 虽然形态虽带来的破坏力较小 但还是会有不少琐事接连而来 难免会令人疲于应对 所以要打起精神 调整好心态 所谓一喜挡三灾 无喜事飞来 本年度数时人可以开用半喜事的方式 来化解半太岁 比如选择良辰集日迁居 结婚 也可以参加亲友的喜宴 多接触一些喜庆正能量的事物 时刻保持身心愉快 也能带动自身气场顺畅 运势好转 对于本身气场较弱和体质较差的人 最好避开探病和参加葬礼 以免受负能量气场干扰 导致生病或倒霉 今年有两颗提心入命 事业台运有稳重上升的趋势 因提心地解入命 预示着诸事逢凶话题 遇到棘手问题时 虽会遇到不少曲折 但最终也能顺利解决 且此星还具有搬迁的意象 故属学人今年一顿不一定 可以多去往外地办公出差 以实现动中求财 即星探医 即代表有女性贵人鼎力相助 可以多留意身边的女性贵人 除此之外 要小心怪作 勾神 孤神 即三行 等多颗凶星 发挥破坏阻碍作用 其中 贯所代表是非缠身或官非纠纷 勾神 写作纠缠不清 至于孤神 即三行 则有一致消沉 孤单寂寞的含义 会进一步加剧人际关系动荡 颇受纠纷困 固在人情往来和婚恋关系上 要多耐心周旋 整体来看 属蛇人今年运势可谓是好坏参半 既可以借助贵人力量击退障碍 有事业晋升的机遇 但同时人既分杂 又受富于人情纠纷和情感纠葛 健康方面也有情绪起伏波动的困扰 所以调整好个心态 做事切勿情绪化 平心静气更有助烦恼迎刃而解 属蛇人2022年财运运势 属蛇人以采取保守稳健的理财策略 因为今年处于与太岁行客的年份 财运可能会受到不少冲击 导致有所迫号 所以要做好未雨绸缪的准备 政财方面 每月有固定工资的上班族 只要不过于懒散 不经常迟到倒退 或请假被扣除工资 那么每个月能保证收入稳定 而同事客服 销售等 以提成为主的业务人员 财务状况则会比较紧张 客人流失加上行业整体经济环境为米 都会导致个人的工资收入缩水 对此要提前做好理财计划 同时要调整好状态 更加坚定信心 多主动拉拢和巩固新旧客户 度过财运不济的低迷期后 也能重新把业绩提上去 属蛇人向来是闷声发大财的那类人 今年的偏财运一般 有条件的朋友 可以尝试购买一些相对稳健的理财产品 或经营一点小生意 可以增加额外的收入来源 不过最好选择与他人合作 也能共同承担风险 今年有望遇到太阴贵人 争取客户的时候 可以多留意身边的女性客户 与女性合伙人一起经商创业 或从事与女性用品有关的行业 如母应用品 首饰 珠宝 时装及美容生意等 更能获利 不过受刑太队的负面影响 欲因利益产生官非纠纷 所以涉及到合同 文书等重要文件时 一定要符合法规 走合法途径 不要试图钻漏洞 属蛇人2022年事业运势 得益于太阴地姐吉星照幅 事业有不少新的机遇可以把握 吉星地姐 欲试逢凶化吉 也有还有搬迁的意向 所以今年适合动中求财 上班族可申请内部调动 换个部门 或申请外派出差 换个新的办公环境 都能带来新的变化 但最好不要有辞职 转行等大变化 变动加剧反而会过度消耗精力 疲于应对的情况下 工作效率不升反降 得不偿失 而太阴则代表女性贵人 上班族可在女性上司手下做事 更能得到悉心提拔 升职再往 经商人士可以对于女性合伙人合作 或同事与女性用品有关的生意 能招揽更多客户 实现生意兴隆 不过此心大力女性 对于鼠蛇的男性而言 在职场中与女性的上司 同事都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态度尊重 以免空学来风引发绯闻纠纷 属蛇人才华横溢 不管从事哪个行业都能坚坚业业 用心经营 业务能力颇受业内认可 不过因为个性喜欢独立思考 立场不偏不倚 容易给人留下孤僻 不合情的印象 所以在职场内的人际关系一般 易受孤立排挤 在2022年中 受刑太费的牵动 人际关系上的矛盾会更激烈明显 即使有贵人相助调解 还是会面临不少小人是非 尤其与存在竞争关系的同事之间 关系争争相对 还可能遭到对方的恶意抹黑 说三到四 对此 属蛇人还是要尽量避免锋芒态路 做好自己的分内之事 不要故意引起争端 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 自己的态度也要和缓清和一些 属蛇人2022年感情运势 今年属蛇人的感情运势一般 虽然没有红鸾姻元星入命 但有太阴吉星出现 有助单身男士寻觅心仪的伴侣 属蛇男有机会遇上与自己性格相合 背景条件相当优秀的女士 更难得是三观契合 在事业上还能互帮互助 所以要好好把握 时机成熟 可以大胆注定咬白 而对于属蛇的女性朋友来说 今年桃花运势则相对较弱 部分人可能沉溺在上一段的旧情中 黯然神伤 导致错过身边的优秀异性 要么就是所欲非良人 对方态度敷衍不真诚 或别有所求 属于短暂桃花 对此要及早清醒抽身 将心思放在事业发展为妙 对于已有伴侣的属蛇人来说 在凶心孤神 其三情的带动下 今年与伴侣相处时 关系紧张 如旅薄边 容易在小事情上发生意见不合的争吵 两人之间隐隐有隔阂阻碍 若双方处于立地状态的话 更会觉得备受冷落 欺伤不满 认对的同时还横生猜忌 所以未免进一步引发分手 婚变的危机 建议属蛇人 今年要多与伴侣沟通交心 偶尔制造二人独处的浪漫机会 或重流就地 以唤起往日甜蜜 属蛇人2022年健康命事 属蛇人 2022年 要重点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变化 因为与流年太岁存在形骇关系 又有多颗凶星 在发挥破坏干扰 发生生病或意外的可能性都很大 不可调以轻心 在日常饮食方面 要做好荤素搭配 营养均衡 尽量少吃多餐 控制分量 特别是消化功能较差的人 最近暴饮暴食和油腻腥辣 上班族和学生族 今年亦受到腰颈被痛困扰 要注意劳力结合 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 不少属蛇人 今年因为情绪问题 亦焦虑 情绪化 失眠症状有加重的趋向 对此还要配合运动锻炼 或出外散心调整身心 如此更能稳定情绪 改善睡眠质量 另外要格外提防意外的发生 出门游玩时 要尽量远离陡峭偏僻的危险环境 车多人多时也要避开 以免拥挤推扫导致受伤 尤其驾车人士要特别注意道路安全 家居中在使用刀具或锋利物品的时候 要手下留神 对于犯太岁之人 新年有穿红色衣服 红色内衣裤 红袜子或者续带红腰带的传统习俗 红色象征喜庆极力 能帮助扫除阴霾 振奋心情 有化煞望运之传统寓意 如果你喜欢我这部影片的话 请大家可以按个赞 以分享咯 然后再按一个小铃铛 你收到影片最新的通知咯 谢谢你们咯